好的,歡迎各位觀眾們來到DA的FGO文學時間 大家一向都知道DA喜歡的從者都是那種很有日系文學氣息的 比如像是出現在玉且曹子的原來光 原詩無語的作者子世部等等 這些平安時期的文學女性 本次要介紹的正好也是平安時代另外一位女作家清少納言 而清少納言和子世部一樣 都是在情人節推出的限定從者 最早官方放出的消息有靈異圖案和閃亮亮的阿恰這兩個關鍵的線索 由於目擊和傘的特性加上當時的情報在石川這個地方活動出現 推論風向最高其中之一就有石川舞右衛門 抱歉,放錯了 另外則是一樣有傘和歌舞姬印象感的出雲阿國 亦或是女忍概念 不好意思,我又放錯了 我是說出雅局 但呼聲最高的還是和子世部同一時期的清少納言 幾乎成對比的服裝配色、個性感、散的款式以及這個歐拜 加上清少納言的繪師是有獨特色彩風格的米卡皮卡索 使得外觀看起來和這個灰夜月以及已經隱退的Pinking Poverum形同姐妹 一下子外號多的數不生數 像什麼VTuber、Switch、健康低納言等等的 而寶具的特寫雙手筆頁更是造成後續大量FGO從者的瘋瓶被害 居然說到這邊也剛好來科普一下吧 其實,子世部和清少納言都不能算是他們真正的名字 在平安時代會有專門負責侍奉達官貴人的女官 由於他們在宮廷或是貴族的家中有自己的專用房間 又被稱之為女房 工作包含像是奶媽、祕書等等有點類似管家中的霸主 由於當時會習慣避開女性的名繪 所以這些女房都有自己的女房名 好讓主人或者是其他工作的人來征戶 而女房名的由來通常是家中男性的官職加上家族的姓氏 像子世部最早他是叫做藤世部 就是結合了父親藤元為時的官名 氏部大臣和藤元氏的藤子 後來才改成元氏物語中子之上第一個字 清少納言也是一樣 正確來講他的名字是清少納言 清是來自於父親的清元元府 少納言則就有一點點的特別 由於清少納言的兄弟或是父親都沒有人擔任過這個少納言的官職 有一說是因為他曾經和他擔任少納言的藤元姓義有過一段的婚姻關係 或是祖先有相關的這個官職 而另外一種有力的說法則是少納言是由藤元定子 也就是他所侍奉的第66代天皇的皇后親自賜名而來 至於這些女房們的真正名字就只能在族譜或是一些文件中找到了 由於年代久遠大多也不可考 那據說子氏部的原名是藤元香子 清少納言則是清元諾子 但也沒人敢100%的肯定 這也是為什麼在遊戲中會看到他們彼此這樣子的稱呼 子氏部和清少納言恰巧是平安時代最精湛的 其中兩本文學作品《原世物語》和《正曹子》的作者 再加上兩人剛好都有擔任過女房的官職 年代也十分的接近 所以關於這兩人之間的傳聞一直都為人津津樂道 特別是相傳兩人並不和睦 唉你看這種八卦自以前開始就是人們的茶餘飯後話題啦 那麼大眾會有這樣的認知主要兩個原因 其一當時的六十六代天皇一條天皇在位時 策立了兩位皇后開啟了一王二后 我要說一帝二后的先例 清少納言侍奉的是原皇后藤元定子 子氏部服務的則是後來由藤元道長送來的女兒 中公藤元張子 由於兩人都是知名的文學才女 有不少史學家認為藤元道長之所以選子氏部 作為中公的女房 正是為了對抗皇后的清少納言 其二在子氏部的日記中 曾提到過許多批評清少納言的內容 像是自以為是喜歡到處寫漢字 但仔細一看很多都是錯誤的 這種人會有什麼好下場嗎? 之類近乎可說出嚴峻的用語 甚至有些人認為這些文字 是出自於子氏部對於清少納言才能的嫉妒 然而有趣的是 其實這兩個人 他們很高機率根本連面都沒有見過 首先兩人的年齡差了約十來歲 再者 子氏部入宮服侍中公張子的時候 已經是寬宏二年到三年 也就是西元的1007年 離皇后藤元定子過世 清少納言辭官的長寶三年 也就是西元1001年 已經有整整六年的差距 即便我們把這個可能史書上的誤差算進去 也很難說明這兩人有什麼接觸的機會 有一部分人認為子氏部對於青少納言的認知 來自於宮中的其他女房 更有一些現代的史學家解釋 或許這份莫須有的敵意 只是更單純的政治工具 為了讓子氏部日記來抵抗青少納言 為了紀念定子皇后寫下的正曹子吧 雖然遊戲裡面我們常常可以看到 這個青少納言和子氏部貼貼的畫面 然而在實際的歷史上 就跟我們前面提到了 兩人沒什麼太大的關聯 but 青少納言和她侍奉的皇后藤元定子 就不是這麼一回事啦 正曹子的一書中 除了延伸主題的類聚張段 日常生活的隨想張段 還有就是入宮後定子周邊宮廷回憶的回想張段 兩人之間最有名的一段就是 定子有一天在下雪的時候 隨手說的句 啊 香如風的雪如何啊 在場所有的女官愣在原地 不懂是什麼意思 只有青少納言 站得起身拉開簾子 因為她知道皇后所說的那句 正是白居易的香如風雪剝臉案 正曹子的來源也離不開這兩人 一日皇后定子的哥哥 送了一批高級的白紙給了天皇和皇后定子 皇上決定拿些些紙來寫史記 定子就問說那我該拿這紙幹嘛呢 青少納言就說呢 啊 我們就做成枕頭吧 那皇后覺得 喔 這個回答 好 很好 就將紙賜給了青少納言 這也是鄭曹子名字的來源 至於為什麼是枕頭嘛 現階段有幾種說法 像是比如說 日本以前古代會將備忘錄放在枕邊 或是歌枕 一種日式合歌的題材 那也有它是一個放在枕頭底下 不約讓人看到的小說 或者是諧音字的變化 但至今尚未有定論 有先而創呢 甚至還會將那個青少納言和定子皇后 湊成香香的CP百合族 或許可以說是這個 日本最早的宮廷競段之列 哎呀 再講真的啦 青少納言入宮的時候 差不多27歲 大了定子大概快10歲 所以從小就被當做政治籌碼的定子來說 青少納言更像是她的姐姐 給予她一點點在這個宮廷鬥爭中喘息的空間 而在藤原道場掌握大權之後 定子的地位快速失勢 甚至還一度出家 在25歲時生下第三胎難產趨勢 哎呀 即便是如此悲慘的雖毛爛故事 在正曹子中卻絲毫看不到一丁點的悲傷和難過 記載的都是青少納言和定子他們兩人之間開心的回憶 那些家族之間政權爭奪的話願都沒有被寫進去 或許這也是青少納言用自己的方式 來紀念如同好友姐妹般的這位皇后吧 在FGO中青少納言的技能和寶具 幾乎都是來自於她的人生和作品 像是歌仙的詩歌 來自於青少納言被選入在 女房36歌仙和中古36歌仙的選集裡面 但由於覺得陽光外向充滿歡樂的自己 與傳統的合歌硬將不符 所以等級沒有很高 封版之關則來自於正曹子的139段 閒談中提到了孟長君的姬開寒谷關 而他的姬則是為了縫版關 三季的《星式卯星》出自229段的《星星》一文 主要講述了青少納言對於星空的美感抒發 寶具就有些特別了 鄭曹子春樹超他並不是本人的作品 而是江戶前期一個叫北村寄營的人 對於原版的鄭曹子加上了注釋 考證和校隊的解釋版本 也正好應對了青少納言在後世的形象 成為了一個連接過去與未來的象徵 同時這個寶具會開啟一個固有的結界 將青少納言曾經懷念的那些景象 重現而去影響對手 趁敵人心亂之時 一口氣鬱鬱重擊 趁他命要他命 整體而言身為一個詩人或是宮廷的女房 青少納言在火力或周回上也許沒有那麼出色 但有著全遊戲中極為少見的 全體緩衝NP依舊有他獨特的價值 青少納言更可以說是個加勒底的裝熟魔人 你家的從者越多 青少納言的台詞就越多 他和一堆的日本從者都有相關對話 甚至還有像是梅菲斯特啦 或者是黑鬍子的這些人們 或許是因為召喚出來的年齡關係 又或者是原本的個性使然 來到加勒底的青少納言 就像這個活潑熱情的女高中生JK一樣 喜歡那個有趣的事物 對於新奇的文化全部來者不拒 和女王梅芙一起開心地做梅甲沙龍 煽動小朋友去搶劫食堂被紅A罰作 甚至也喜歡這個聖喬治的照片收集冊 即使是對自己不利的紫事部日記 他都能拗成紫事部是個傲嬌 在FGO沉重的主線裡面 陽光般的從者正是對我們最大的救贖 更別說青少納言還有那個吵死人的語音 最適合在努力唸書的朋友旁邊打開聲音來玩 保證干擾效果難點 啊 是吧 如此可愛又活潑 充滿文學氣息的女高中生從者 你真的不心動嗎 而且如果你像DA一樣充滿文學氣息的話 又是抽了紫事部 怎麼能不把另一位平安時代的才女也抽回來呢 就像是遊戲中的青少納言和紫事部幾乎成了對比 這兩人在宮中侍奉的皇后待遇和作品風格 也真的是大相徑庭 有趣的是啦 青少納言處於弱勢的皇后一方 寫出來的文學卻充滿了正面陽光的性格 紫事部站在德式的中宮 作品卻透露出較負面的思想 或許他們兩個要是真的在那個年代有什麼見面 搞不好我覺得還真的處不來呢 那麼剩下的那個EVE線就由FGO來幫我們補完 所以千萬別錯過這次的情人節劇情啊 我是DA 感謝你們的收看 我們這次就到這邊下次見囉 掰掰